放入山瀑布里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银是银河落九天 太阳照射的香炉峰 升起了紫色的烟雾 远远看去瀑布 香匹白绢挂在你的前面 瀑布从高崖上 飞一样的腾空直落 好像有三千尺 让人恍惚以为 那是银河 从九天倾泻到了人间 望庐山瀑布 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 一共两首 一首五谷 一首七绝 这是最广为人知的第二首 李白第一次到庐山旅行 为飞流直下的瀑布 赞叹不已 赞他雄伟其力 气象万千 第一句 从香炉峰写起 阳光照射下的水汽 变成了紫色的薄雾 给人一种朦胧的美 第二句 写瀑布 一个挂字 写出了瀑布奔腾飞泻的气势 第三句 夸张的比喻 飞流直下三千尺 然后浪漫的想象 一是银河 落九天 生动又贴切 怪不得把李白称为师仙呢 望庐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炉 生紫烟 遥看瀑布 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是银河 落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栏目 原来